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万块 涵盖了按摩椅 金条 咖啡机 珠宝 以及各种名贵品牌的化妆品和配饰 一时激起千层浪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何老师居然从神坛上跌落 第一次尝到了被质疑的滋味 还被官方点名批评 保持了几十年的好口碑一招轻浮 被打上了大大的一个问号 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没想到 伴随着何老师第一次被舆论拖下水 湖南卫视迎来了一场浩劫 曾经的综艺之王娱乐帝国的制造者 唯一一个收视率敢跟央视叫板的卫视 由此开始了所谓的卫视支持 万人非议的存在 他们做了什么事 究竟错在哪呢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湖南卫视的收视率很高 创造的一系列综艺节目都火出了天际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湖南台刚开始就是一个一穷二白 在夹缝中破茧而出 却倔强无比的小可怜 1958年5月1号 代表着权威和高度的网络媒体中央电视台 建立并且运行 1960年 长沙电视台创办成功 它就是湖南电视台的前身 但是这个电视台在举办的第二年 就华丽丽地迎来了停播 经过了八年的折服 1970年 长沙电视台再度开始营业 这回他学聪明了 人家更名成为了湖南电视台 成为了湖南多省联合经营存在 从1990年开始 湖南台各种文艺电视台 开始了第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 分化成为了湖南电视台不同的频道 并于1995年 正式成立了湖南经济电视台 如今的整个电视台大多都是兢兢业业的做着千篇一律的事情 照着央视的生长模式建设 以至于如今的消费群体丧失了新鲜度和乐趣 如果我们创办一个以歌舞和娱乐为中心的卫视 不就一家独大了吗 说干就干 从1996年开始 湖南卫视参照着港台电视的综艺模式 推出了不少以歌舞 调侃为噱头的综艺节目 在本地引起了强大的反响 名气有了 热度有了 播放量也有了 自然就出现了众多想要抢占黄金时段广告的金主爸爸 就这样一直过得紧紧巴巴的湖南台 仅用了不到一年 就农民翻身把歌唱成为靠实力吃饭的地主 1997年 财大气粗的湖南卫视 正式通过亚洲二号卫星传颂 呼号为湖南卫视 在那个大多数卫视都还揭不开锅的年代 湖南卫视正式通过了市场的检验 成为了一记绝尘的老大哥 在经过半年的紧急策划后 湖南台首个及综艺和热度为一身的娱乐节目正式开播 没错 这档节目就是为了湖南台 打下半壁江山的快乐大背影 在1997年之前 大多数明星的形象都遥不可及 想要宣传作品 只能通过线下海报张贴 或者是明星本身的号召力 而快乐大背影则反其道而行之 不仅为各种影视作品团队提供了宣传作品的机会 还涉及了不少让明星形象全无的小游戏 第一次让观众以旁观者的角度娱乐起了明星 简单点说 快乐大背影在一个合适的时间里 向合适的市场投放了一个观念超前的合适节目 在当时的环境下堪称是创新天花板 从此快乐大本影天团成为完全体 开始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2004年 憋了一年大招的湖南台 宣布了自己快乐中国的口号 开始为素人选秀节目 超级女生开始造势 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档看上去不是那么回事的节目 这档节目从2005年开始海选 就成为了中国电视史上空前绝后 占据华人圈最高位置和最高人气的节目 为什么说这档节目是人间奇迹呢 这么说吧 2005年仅决赛当天 李宇春单人就斩获了700多万的票数 再加上张亮颖和周比畅等人的票数 最起码得超过几千万 可能有人就要说了 这也没多少啊 此言诧异 要知道当时的这些票数 可不是如今的网络点击票 这可是白花花的真金白银 而且算一下时间 在2005年 全国能用上手机的人还寥寥可数 湖南卫市仅05年一年 便创造了经济效益7.66亿 那年超女之后 市场上出现了暴走一般的周边 玩具 文具 日用品 衣服 鞋帽等等 这种现象上一次出现还是环珠格格 而巧了 环珠格格也是湖南台当年率先抢占下的剧本和播放权 超女之后 湖南卫市又紧接着开始了快男 Plan B大获全胜 Plan C也就提上了日程 在湖南卫市大获全胜之际 他照葫芦画瓢 完成了从越测越开心到天天向上的转变 创办了以汪涵为中心的天天兄弟 自此开始天天兄弟和快乐家族两足鼎立 撑起来中国娱乐电视领域的半边天 从今年7月份开始 世俗无比的娱乐圈开始大地震 从工作态度不端到天价合同 再从婚姻不中到私生活混乱 很多名声在外的艺人们纷纷翻车 迎来了全面雪崩时期 广电机联发布数条文件 对从业人员的义德进行了约束 湖南台很聪明 没等广电开口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发布正当合格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承诺书 下面是自家主持人们的签字 结果前脚刚刚签完所谓的 坚守行业底线声明 后脚前锋就因为私生活问题 被一名网红失明举报 前锋的案子还没说出个一二三 为家代言的茶饮品牌也跑路了 自此开始曾经的一哥正式陨落 成为了谁见谁摇头的卫史支持 从曾经的综艺一哥到如今的支持 湖南卫视究竟错在哪了呢 关于这个问题 想必看完文章的各位粉丝们 心中都有决断 可能是错在用观众短信投票 助力选手排名 开启了场外投票通道的先河 投票 打榜 诱导消费的场外环节 样样不落 也可能是错在面对其他卫视的借鉴学习 他来势汹汹的回怼 寸步不让的战斗 又或是错在只知道埋头搞发展 却忽略了自家艺人最起码的易得约束 从何炯的快乐天团 到汪寒的天天兄弟全员恶人 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盘根错节的芒果台 不知不觉间已经负面缠身 自顾不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中文字幕提供